老外准备了一百个风筝,然后把这些风筝都给挂在了一根绳子上,同时把这些风筝给放飞了出去。 由于风筝数量非常的多也产生了很大的拉里,这样老外感到非常的费劲,跑到自己的裤子都快掉了。 又准备了几张光盘,把它安装到了切割筋上,用光盘去切割其他的物品,效果看起来倒是很不错,依旧可以切开。 后来又拿来了一个椰子,椰子上也只裂开了一个小口,不过光盘已经融化的差不多了,接下来融化的就不是光盘了,而是许多棒棒糖,把这些棒棒糖都放在了一个铁锅当中加热,奇怪的是都带着上面的塑料把手,等到最后锅里面全都是塑料把手了。 老外总是会把一些毫不相干的东西给放在一块,又拿来了一些盘子,放到了洗衣机当中。 对于老外来说,既然洗衣机能洗衣服那么肯定也能洗盘子,盘子在里面也滚来滚去,变成了一些碎片。 对于洗衣机来说倒是能洗盘子,不过也只是一次性的,甚至滚筒的速度也在不断的加快。 能想象得到里面的盘子到底变成了什么模样。 老外看到这种情况也是有些难以接受,大家可不能模仿啊。